自然生态教育中心 战! 占华縣自然生态教育中心 即周邊區域景觀工程辦理清行 這個跟東山很寬度夠 而且水態比較平穩 今天很謝謝我們監察院 營委員跟張委員 力臨我們彰化縣來跟我們指導 今天看的地方在彰化縣的部分 第一個來看我們的自然生態區 因為自然生態區從103年開始動土 一直到現在 這中間因為有一些波折 預計今年會來落成 也會來做OT的動作 委員們來到這邊 來了解說延遲的原因 以及給了我們非常多好的意見 讓我們能夠銜接到 我們深港地區 以及在地產業的發展 我想看過這樣的部分 我們的委員會更加的了解說 這個地區的好 未來我們會以這個點 往東連接八卦山 往南銜接道 黃宮漁港 做點線面的相關旅遊串聯 下午會來到八卦山中心 也會針對八卦山修氣的 相關設施來做相關指導 那我想在這邊再次的謝謝 我們兩位委員 力臨我們彰化縣 給我們最好的一個指導 其實這個整個計畫 不只是建築物本身 是整個區域的發展 尤其這個慶安水道 然後跟外面的這個 本來的私地連結 我覺得北彰化 西北彰化 這地方應該有很大的發展前例 就是觀光 產業 文化各方面 我們也是很期待縣長 利用機會把它整個帶上來 讓彰化有新的優勢 應該是非常好的一個場域來發展 彰化縣自然生態教育中心 自民國103年底興建動土 歷經多年全盤規劃與經費籌措 規劃於張濱工業區縣西區頂端 深港鄉昭朝謝的貢鄉附近 慶安水道旁的油氣用地 興建基地面積約5100平方公尺的 自然生態教育中心 總工程費約1億3200餘萬元 預定於8月中旬完工 期待未來串聯彰化觀光旅遊 帶動整個彰化濱海城鎮的發展 公益頻道許維珍 深港採訪報導